早 昨天理想坐臺 中央的住宿中心要在我們文山區蓋兩塊各簽戶設斷 但是其實周邊造作不大 然後三位理想聯合提案覺得說 應該要先考量交通通學區的位置 他們希望暫緩 市長會覺得中央蓋設斷為了第一陣機拼命 有地就蓋 那我們會不會幫你這樣跟中央反應 對 你說的其實就是在文山區 在西州街、景福街以及羅斯福的六段向內 有兩處社會住宅 那中央住宿中心目前規劃這兩處 總共大概1973戶 那的確我們都有掌握地方 不管是里長還有在地的里民 他們有反映一些意見 包括交通的規劃 還有包括未來社區、學區、學校名額等等 甚至未來整個社宅量體 他們都有一些想法 所以其實在三月的時候 中央住宿中心他們在地方辦說明會 我們市府都有派員參加 我們也把會整地方的這些意見 在說明會當中提出來 所以也希望中央這邊 可以持續聆聽地方的意見 在未來整個社宅的規劃上面 納入里民的心聲 所以這部分我們都會持續 幫地方反映意見給中央 市長因為中央已經確定2018 我看那個時間連接時間 完成的時間確定 里長等級的意見 都會幫他更改善 所以我們包括現在 不管是跟地方的溝通 還有辦的說明會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跟中央來反映 包括我有機會 會持續的跟中央內政部 還有我們市府 也會跟中央的處理中心 這邊來溝通 因為終究這裡在台北市 里民的意見非常重要 我們也絕對為市民朋友來把關 站在市民的立場 來跟中央反映 像想問一下 現在颱風逐漸靠近 今天早上有些風雨 我們台北市目前整天的狀況如何 另外昨天首度加入桃園市 來做市縣市的溝通共訓局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共訓局的過程是怎麼討論 另外今天因為風雨 晚上會比較靠近 最快晚上什麼時候 會不會來宣布這個 明天是否能辦公 昨天其實我已經要求 我們台北市政府各局處 戒勝恐懼做好萬全的準備 因為我們一直持續關注 整個颱風的路徑 雖然說氣象團隊 他們告訴我們可能的三個路徑 目前其實對於台北市 影響最大的 大概就是從今天的下午開始 一直到明天 我們一直密切的關注 那同時 北北基塔我們四個縣市 已經建立的群組以及溝通平台 我們對於氣象的掌握 還有相關的風力 風量雨量等等 我們都有交換意見 彼此密切的聯繫 共同討論 綜合的評估 所以包括昨天我們也是確定 八點的時候宣布是否停班停課 那今天同樣的 我們現在都會密切掌握相關的訊息 可能稍晚的時候就會確定 大概是傍晚幾點鐘的時候 就會一起對外宣布 市長什麼時候決定要去雙城論壇 那還要怎麼看說 國民黨的議員很踴躍 那民進黨挂鼎 那陳怡君說他怕去那邊被中共抓著 目前整個籌備的工作都很順利 那我們一定秉持著 對等村議員善意互惠的原則 來進行城市之間的交流 所以很快 我們就會有決定跟大家做報告 市長可以看到柯前市長 柯前市長拋的每個六分半的影片 他說我蓋我負責 然後他不只講說 中央公文來往就一年 然後還質疑 如果要負責算是不會的 應該他在我要的背景 你會不會覺得說他大話說 我蓋我負責 可是負責還是要你來收 其實我的立場就是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我想這個就是 我們市府團隊大家一直以來的態度 所以像北流這個1.9億的調節環象 我們已經研議 接下來我們應該會用墊付的方式 也就是避免一直產生利息 以市民的權益為最優先的考量 那之後我們這個墊付 經過議會同意之後 就接下來最快10月開一議會通過 然後我們就可以先行支付 不要讓他每月產生八十萬的利息 那之後我們就會編列 113年度的預算或追加的方式 來償付 那之後我們都會向文化部來爭取 這是好墊付是用二倍金的嗎 不是墊付它其實就是 我們跟主委討論 就是先用一筆我們市府這邊的經費 來墊付 當然這必須要議會同意 但是這是目前考慮最快的方式 然後呢我們再用113年的預算 然後或是追加的方式來償付 那之後我們會持續的跟文化部來爭取 所以總歸來講就是說我們新市府團隊上任之後面對的各項問題 也讓我們重新思考在過去很多沒有經歷的制度 或是在整個流程沒有那麼的晚備 或是在可能施政的作為上面 思考沒有那麼周延的地方 我們重新檢視 所以就以這次北流1.9億的條件款項來看 其實當時法務局並沒有在最早的時刻 即時掌握提供法律的專業意見 或是對整個案件的進度進行相關的管控 或是從外部提供專業的評估 所以昨天我們在市政會議上面 法務局提了一個很具體的建議 就是未來不只是訴訟 包括仲裁包括條件這些案件 只要標的金額超過1000萬元 就必須資會法務局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制度 將整個流程更周延 我想這個才是確保市民朋友權益的關鍵 市長對於柯潛市長說 他在任的時候就下令所有的賠償金 都用二倍金來指令這件事情的看法 那還有就是說 明年的總預算案是您上任後第一次要編列 有沒有一些什麼樣特別的建設或規劃 想要納入總預算案裡的考驗 目前正在積極的編列113年的總預算 那也正在兼許各局處他們的這個預算 那當然各局處非常的認真而且用心 都擬了很多接下來 不管是短中長期的規劃 那當然這個部分我們會通盤的來檢視 因為各局處他們都有各自想要做的 也有部分是跨局處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接下來 等到確定也要送到議會 屆時我們都會將整個整體規劃 來向市民政院做一個報告 市長想請問北市青年率是六度最高 你怎麼看 然後另外你剛剛講到颱風大家都很關心 那你說北市府做好萬全準備 那真正準備的規劃 可不可以具體跟我們說幾項呢 好所以第一個我們包括 觀察局媒體事務所 我們一定是讓他們要及時的 將訊息傳遞給市民朋友 讓他們做好房台的準備 那第二個 因為之前有發生高樓冷機機掉下的事件 所以我昨天特別請 包括監管處 新工處 還有老檢處這邊 針對目前正在施工的工地 懸掛的圍籬 或是廣告招牌等等 趕快的拆除或者是加強穩固 那第三包括大地處 民政局等 對於之前已經盤點的幾處 吐石流的潛市區 或者是液鹽水區 再重新的全面做一次巡檢 那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今年的新措施指數不盡 就是水門一旦關起來 四小時之後 我們就會進行拖調 包括交通局 警察局 這幾天我們全面再次的呼籲 跟宣導以外 不管透過假單 透過簡訊 那接下來當正式宣布的時候 我們透過電視跑馬燈的方式 趕快提醒民眾 在T5台車趕快開出移軸 避免市民朋友的權益受到損害 或之前可能發生炮水車的爭議 那市長針對那個六讀 今年稅率 對 我想我已經 再次的責請勞動局這邊 加強我們跟企業之間的合作 包括提供實習的機會 還有請勞動局及救福處這邊 強化年輕朋友 就業的輔導 校園的偵才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多管其下 我們會持續的請救福處 他們提供更精進 以及改善的措施 好 謝謝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健康